她是风月场的常客,既是漂泊的情圣又是烂情的浪子,老宝说这里每个女孩都爱上了她,可她却欠账四个龙虾四达姆利和三瓶法国香槟,她永远对女人许下唯一的承诺却从不遵守,她与中尉的未婚妻打情骂俏,打破了恋爱持续三周的记录,然而她也因中尉发起决斗的挑战而身受重伤。 爱诺原本出身贵族,她的父亲是国王的得力重臣,还是匈牙利赛马协会主席,从小她就和父亲学习赛马记忆,可父亲因参与1848年匈牙利大革命被判处叛国罪,国王派来奥托伯爵要带走父亲并送上绞刑架,父亲因拒捕被奥托伯爵当场打死。 可怜的小爱诺惊眼看到父亲倒在是扑中。 小爱诺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父亲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都被国王移交给了奥托伯爵,奥托和他的女儿克拉拉住进了爱诺的家里,无家可归的小爱诺则被带去离自己家五公里的舅舅家生活。 85年后,爱诺已经是一个帅气的小伙,他秉承父亲的遗传喜欢赛马,这天他在集市上看到一群人始终无法驯服一匹骏马,这是一个女人说让我来试试, 他的一只鞋底被夹上厚厚的鞋跟以便能垫高残疾的腿,女人拿起马蹄说这里的伤口疼得让他无法镇定下来。 爱诺惊叹一个女人竟然如此熟悉马的习性,这时他才发现对方就是杀父仇人奥托的女儿克拉拉。 在第二天的赛马比赛中,爱诺将所有赌注都压在一匹马身上,可是语愿为这匹马输了比赛,他请求劳保能宽限他几天,身无分文地他拿出父亲留给他的怀表做抵押借了500克朗。 爱诺决定买下那匹难以驯服的母马重头开始,然而克拉拉却一次次提高了拍卖价格,最终克拉拉以1000克朗的价格买下了母马,并起名金科森母。 然而这匹骏马却无人能驯服,克拉拉骑上马背,没几个回合,金科森母就将他重重地摔下,还一直拖着他狂奔,幸亏马鞍滑落,他才得以安全。 可金科森母却越过栏杆向森林跑去,众人在后面追赶起来,这一幕被恰好路过的爱诺看到,他连忙骑上了自己的马颈跟骑后,可他的马却因为怕水只能退回岸边。 艾诺独自游向对岸跑入森林中,终于他看到疲惫的金科森母停了下来,艾诺一步步轻轻靠近,他像对恋人般温柔细语,金科森母好像等到了真正的主人一样瞬间也安静下来,艾诺趁机抓住了江省,正当他将马还回来时,奥托伯爵却要开枪将金科森母击毙。 克拉拉肯求父亲不要这样,他为了保住金科森母提出让艾诺马上拿出钱,艾诺就这样得到了金科森母,他跟舅舅说要把金科森母训练成一匹赛马,但舅舅却觉得他过于顽劣并不适合比赛,论里的小狗一直在不停地狂叫,艾诺扔去一只靴子依然无法让他停止, 可一只黑猫的出现,小狗瞬间停止了叫声变得温顺起来,艾诺骑上了金科森母,可他却一次又一次被摔下马背,他明白这样难尊一见的良居一旦驯服必将前途无量。 夜晚舅舅抱怨他们的麦片只够吃六天了,艾诺应该少抽点烟,这时艾诺又看到狂飞的狗狗看到小黑猫就安静下来的场景,突然一个妙招浮现在他们的麦片, 在脑海中,他抱起小黑猫放在金科森母身边让他们渐渐熟悉,他们耳边撕膜,金科森母眼神中绽放出从未有过的温柔,第二天清晨艾诺又将黑猫放在金科森母面前,终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艾诺上马后,金科森母没有了以往的狂躁和顽劣,他脚尖的脱步更加衬托出美丽的肌肉线条,马舅里的另一匹母马因难产而奄奄一息,不忍下手了结母马性命的舅舅将手枪交给艾诺让他解决, 没一会儿当艾诺出来人们都以为母马已经死去时,一匹新出生的小马已经站在了母亲身边,克拉拉惊叹诺竟然能将母马气死回生,克拉拉将金科森母的合同交给了艾诺,当他想再次试试金科森母时,艾诺将黑猫递给他,黑猫温柔地蹭着金科森母, 像被施了魔法般金科森母没容为以往的举强,克拉拉则被眼前的一切惊掉了下巴,他无法想象就是这只黑猫即将缔造金科森母成为匈牙利战无不胜的赛马冠军,而他与艾诺也将开启一段人人都反对的练习